哈囉大家好我是齊森 今天呢又是非常久違的台南一日吧 對我就是休假又回台南 然後一樣今天也是跟媽媽一起在台南 就是吃吃喝喝逛一些小店 那我第一站呢就來到我身後這邊 這邊是水仙宮市場 然後就是聽說我最近在網路上面看很多人就是拍 他們去水仙宮市場吃的一些美食 然後我想說身為台南人我從來沒有逛過水仙宮市場 所以今天就來看看 那我第一站想要去吃的就是裡面有一間店叫做七成迷谷 那我們就開始囉 Let's go 我們來看一下 嗚~~ 就非常的道地 但是呢因為現在已經12點會不會快要1點了 我算比較晚來 好像蠻多攤販都熟 所以妳以前也會來這邊買東西 會啊 是喔 算我第一次進來 妳知道嗎 好快 欸 這大飯要來這有加料就買了兩個 有什麼加料 對啊 那要買兩個好了 這是什麼啊 剛剛買了一個 鳳餅 超久沒吃這個了 就是小時候 狗大米 好的 結果我剛剛灌了一下水仙宮市場 我發現七成迷谷根本就不在就是市場裡面 裡面比較多是真的就是 攤販賣菜賣肉什麼的 所以七成迷谷應該是在國華街上面 好我們要去尋找一下 看到了七成迷谷的招牌 超級棒 它的米果有分很多種有招牌小醬 有五醬跟米果羹 這個蠻特別的 它是會就是在加羹湯 我有點想吃這個 然後還有一些其他的東西 我對這個媽媽炸雞也是 蠻好奇的 嘿嘿嘿 瓶子耶 辣椎耶 欸真的耶 你看它的皮是脆的 然後另外一面是 可能是比較軟的 我真的第一次吃這種米果 泡在梗湯裡面 好脆耶 哈哈 它這邊是脆的 嗯 好好吃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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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邊是脆的 嗯 嗯 好好吃耶 它點了一份炸雞 我是沒有看過人家吃的 但看到就覺得 蠻感情的 蠻感情的 吃吃看 那這個雞肉就是有醃過 嗯 有點覺得有醃過醬 好好吃 點炸雞 然後沾羹湯吃吃看 那就是跟那個 土豆魚羹一樣 好好吃 我們來吃吃炸雞 沾這個羹湯 應該沒有人跟我一樣 用這種醃過 好 吃吃看 然後算了 突發 突發奇想 不錯耶 欸你吃的跟我們不一樣啊 喔我們有加羹 對 可是它這也是有一點點 是醬汁 喔它是醬汁 喔它是醬汁 喔有醬汁 喔有醬汁 喔 這它還是只有 皮膚過分 我覺得這個應該會比較好吃 喔喔喔喔 對喔 欸發現了 對面的客人是 住低我們家超近 耶耶耶耶 跟我媽媽聊起來 真的太感謝對朋友了 所以今天剛認識 然後直接幫我訂閱 有阿可以感到的過去 這個是點的呢 是有加蛋的 然後它就是有一面是煎的脆脆的 另外一面就是 米果本身軟軟的那一面 所以它的米果吃下去呢 就會化開 然後軟綿綿的 好 下一站 下一站我們就轉場到 這邊是南門路 然後之前 其實我一直有想要拍 一集是 就是關於手搖飲 然後是台南在地的手搖飲料店 但是那一集呢 我想說 只有等我男友的一起拍 那我之前就有在蒐集 這些手搖店的名單 那其中一間就是這個 我身頭的這間 老秋茶鋪 是我的高中朋友跟我推薦 他說可以來喝喝看這間 然後 我之前也從來沒有聽過 然後 也不是什麼連鎖的店鋪 所以我想說喔 那就來喝喝看 那我們就趕快過去看看 老秋的Menu 其實看起來蠻多都蠻好喝的 然後有聽說好好喝奶茶 蠻不錯 那我剛剛問店員說 他說好好喝奶茶 跟波霸奶茶的 就是奶茶是一樣的 所以我就乾脆點波霸奶茶 因為這樣我也可以吃到波霸 點了他的波霸奶茶 大杯的馬上來喝喝看 然後他這個很可愛耶 他這個蜂膜 這是他們老闆的樣子嗎 蠻可愛的 老秋茶鋪 來喝喝看 我點了大杯的波霸奶茶 然後店員一次跟我說 波霸奶茶跟 就是很多人在提的 好好喝奶茶 他的奶茶是一樣 所以我想說 那我不如就點波霸奶茶 來喝喝看 身為奶茶愛好者 你扯成燒大神耶 可惡 完蛋 洋裝 完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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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錯賽了啦 靠屁 剛剛那個過程完全被錄到 欸我今天洋裝要拍照耶 完蛋了 我真的要來喝了 剛剛的那個 剛剛那個意外事件實在發生的太突然 嚇死我了 蠻濃的 香濃的南卡味 我點的是波霸奶茶 可是他的波霸不是超大顆 是比較中型一點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尺寸還蠻剛好 然後咬起來也蠻有嚼勁的 我喜歡 然後他的奶茶是應該是用奶精 不是就是鮮奶 然後我覺得味道也還不錯 很香然後很順口 我聽說他的茶類也不錯 因為我今天就只有我跟我媽 所以今天就先點一杯就好 之後有機會再來嘗試他其他的分享 欸我覺得這條路的氛圍還不錯 我們現在來到這間玩具店的叫做 Old School 老學校道具店 然後 就是他是我很久以前就有收藏一間名單 可是 因為老闆他原本說 他不是很常開的那種 但是他最近好像就是比較偏正式營業 然後我今天就想說來看看 就是他裡面 就是店鋪到底長得怎麼樣 我覺得蠻可愛 就長在這邊 小小一間的 馬上進去看看 哇裡面放滿了玩具 而且我超喜歡他的那個logo的這個字體 就很像以前玩遊戲的那種字體 超可愛的 哇 喔 哇 但蝴迪跟蕙希 這個QA都完整的logo 這個R2B2 欸 他只可以放 他不能錄啦 對 對 我放棄 他還有耳朵 對 他有附耳朵 這個哥哥應該會蠻喜歡的 我知道咧 這跟我喜歡翠絲的 也應該是一樣 不知道 就很可愛啊 Street Fighter 欸 是那個嗎 怎麼 是不是會選角色然後對搭 對對對 好像哥哥以前都玩過 我好像有跟哥哥玩過 哇 這連音樂都超復古 可愛喔這個按鈕 喔這個有換了 對對對 欸我又亂按他了 我買了一個奧利威 好可愛真的 他的這個包裝都很完整 然後老闆說原本還有普派 可是普派很快就被買走 那沒關係我就是帶走奧利威 謝謝老闆 他叫什麼名字 他叫什麼名字 叫阿屁 阿屁喔 好像沒有很喜歡我嗎 他這樣拍屁屁 喔我知道很多毛毛都喜歡被拍屁屁 在那裡 在我後面 哈囉他叫什麼名字 波魯 哇 波魯 波魯 你好啊 對啊好可愛喔 喔他在嚇我欸 他我在想他應該是品種貓 喔 因為他的花紋滿好看的欸 嗨 你好啊 你好啊 你這都不是 你喜歡我嗎 你喜歡嗎 不是不是不是 對對對 好喔 這隻應該是 這隻應該是 啊那隻是 這隻是 黃色這隻是 一家貓跟外面流浪貓 喔 你們長那麼漂亮 來 你看看 他這個很合皮 老闆還幫他的貓咪設置了一區 可以玩樂的場所 太有心了吧 我是貓咪的話我會覺得 蠻幸福的 好 剛剛逛完這個老學校道具屋 然後我就發現 欸老闆是一個 人蠻好 就是 然後他也養了兩隻 超級可愛 就是超年人的貓咪 然後 裡面的玩具 我覺得也都還不錯 雖然小小間 但是大家可以來挖寶 其實 我今天來他還沒有正式營業 但反正他之後會正式營業 那你們就是可以來這邊逛逛看 而且附近我覺得停車還蠻方便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地段真的是 選得好啊 老闆選得好 下次再來 我媽剛剛跟老闆買了一隻R2D2的播放器 而且他還有附那個耳機耶 但是沒有辦法保證說可不可以用 我們回去再試試看 他還有按鈕 超Q的 媽媽的戰利品 來請自己拿著 有沒有什麼感想挖到這一隻 寶貝 而且這一隻原本是 這一隻R2D2原本是我大哥很喜歡的一個 就是角色 對 結果今天居然是媽媽買 買了一個這樣的 還有耳機喔 有 剛剛有跟大家介紹 開心喔 我們剛剛逛完那個玩具店之後 現在又來到了南寧街 這條街呢就是非常的寧靜 有沒有 欸有鳥聲 反正就是 這裡剛好附近有一些小店家 然後其實巷子裡面有一間古著店 但是我想說今天先來逛一間叫做食物的文具店 就在我身後這邊 然後他蠻特別的就是他店的裝潢 有很多植物類型的東西 就是植栽什麼的 我想說身為文具愛好者 就是想要來看一下裡面有什麼東西 他就是一間非常文青 然後看起來有沒有質感的一個店鋪 那我們就進去看看 我覺得這兩個貼紙超可愛的欸 他是小狗狗的貼紙 還有貓咪的 但我個人是比較喜歡狗狗 這個超Q 他這個畫超可愛的 他這邊是中間的圓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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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 他進店之前呢 也有一小區就是 你知道 類似綠郎的地方 中了他們很多的植栽 天上也有非常的療癒 剛剛逛完了這間食物 直在原居店 那其實我在裡面不太敢講話 因為裡面非常的安靜 然後老闆也不太說話 但是我覺得逛起來非常的舒服 就是他算是一個比較長的空間 對 然後我媽自己也說 就是他在裡面 就是他中間有一個地方可以坐下來示筆 然後可以坐就是那個地方 很想自己的家 非常的舒服 如果你是文具控的話 就可以來這一間小店看看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天色已暗 我現在轉場到就是我家附近 就是這一條街應該叫做中華西街 然後呢 這裡有一間店叫做 王靖的砂鍋土豆粉 這樣可以嗎? 對 王靖的砂鍋土豆粉 然後我會知道這間店是因為 就是我今天下午有去 帶大家看過的那個 日系早餐店 Doki Doki的老闆娘跟我分享 就是他說這一家土豆粉很好吃 所以我想說 嗯 那今天的結尾 就來這邊吃吃看好了 就進去吃吃看 這個看起來厲害厲害的樣子 給你們看一下 這是我的豬肉 土豆粉 OMG 它很Q彈 它的那個麵體還蠻好吃的 就是豆粉做它QQ彈彈的 不知道我拍不拍得出來 就是它的麵條有一種 微透微透的感覺 看得出來嗎? 有一個微透微透QQ的感覺 我們還點了一盤口水機 它比較像 焦麻 焦麻香 餓 香都很不喝 這好辣的 因為我平常不太吃太辣的東西 這個 麻味還蠻爽的 它吃到你應該會喜歡 這是它的Menu 然後我剛剛點了一個 藍伯爵拿鐵 就是這個 因為我聽說它的伯爵拿鐵好像也蠻好的 就來喝喝看囉 然後它店裡就有這個狗格的圖案 不知道是不是有養狗狗還是鎖 很可愛 你們看這裡有一個狗狗的那個杯子 超可愛的 然後這裡也有一個 我點的藍伯爵拿鐵來了 然後我是點溫的 然後我剛剛就一直在看說 它店裡有很多狗狗的圖案 是這一隻 然後我就問老闆說 是不是有養狗 然後它就說它升天了 就是以前養的狗狗醬 然後我覺得它一定長得很可愛 馬上來試喝一口它的藍伯爵拿鐵 噢好喝欸我知道了 它那個 伯爵紅茶泡的鮮奶茶 這一點我覺得冬天喝這個很溫暖 這家店叫做銀涼好不好 雖然這隻狗狗已經不在了 可是我相信它一定長得非常的可愛 那今天的台南一日 vlog就到這邊 又是一樣一整天就是出去吃喝 然後逛一些以前沒有逛過的小店 就蠻開心的 然後也感謝my mother with me 然後如果你們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就記得幫我按讚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或是追蹤我的instagram 看看我的日常傳道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 by H. banget hui 殷 d